假設用Index來結合Current跟Raw 那怎麼做 甚至如果你不用Index 你用IndirectSegway 其實也可以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首先第一個 我要怎麼結合Index 一樣把Current跟Raw這個公式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這個剪下來 第二個再插入 就是剛剛講到的那個Index的這個函數 一樣用預設就可以了 站圍的話 記得選B2 然後再選到底 你用Ctrl Shift向下 比較快 Ctrl Shift向下 那選到底的話 剛好是B33 不過記得 因為等一下會向右向下 所以 所以記得 也會向右它會加1 向右會 藍後會加1 向下列後會加1 所以 假設你希望 它向右向下 這個範圍不要異動的話 記得 請你在B2到B33 選起來之後 按F4 那你會怕F4 前後都會加什麼 前的符號 或者你自己加前的符號也可以 只是說你自己加前的符號要加4次 選起來按F4 加一次 OK 那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向右拉跟向下拉這個範圍 不要異動 OK 好 第二個的話 Column Index Column number 一樣輸入1 那剛剛的公式放哪裡 放在Row number這裡 貼上 有沒有 它目前是1 那剛剛不是向右拉的時候變2、3、4 意思是說我向右拉的時候 剛好幫我抓1、2、3、4 有沒有 幫我把資料 從這個位置 複製到這邊 那縱向的位置變成橫向 然後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向右拉 有沒有 然後向下拉 拉到3、4就可以了 那寬度不足的話呢 我把D欄到G欄選起來 然後快點其中一條線兩下 它就自動幫我調整來寬了 好 那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縱向資料 就會被我們正規化 到D到G欄 有沒有 本來是放哪裡 本來是B2嘛 一直到B33 縱向資料 那變成橫向的1、2、3、4 5、6、7、8 有沒有 就幫我把它搬到這邊來了 而且是資料正規化 好 那這個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 他這個資料輸入的時候蠻奇怪的 明明如果 我是覺得 如果假如他知道資料正規化的話 他輸入的時候乾脆用懶的方式來輸入就好了 他就不用將來還要再做這些事情 可是你會發現 這個職場上就是很多類似這種奇怪的資料 很多人就是會用自己的想法去輸入資料 他就不知道說原來就加個欄 然後底下輸入就可以了 就沒有那個概念 然後會衍生出來就是你將來要用這個資料的人 就變成你要去轉 如果你不轉 那就沒辦法用了 你說這樣 如果縱向這個資料 你要拿來做查詢怎麼查 完全沒辦法查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資料正規化 所以不管做什麼事 比如說你要把它變成樞紐分析表可以用的資料 還是做資料正規化 因為你資料如果沒有正規化 後面的都不用說了 OK 所以最好就是開頭問題可以解決是最好 但問題他已經事情已經發生了 你就不要再想說如果怎麼樣 沒有他已經資料就降了 你就跟他講 以後你就照這個藍的方式輸入就OK了 好 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 我們用index把資料帶過來了 OK 不過你說老師 如果我不要用index 我想要index 其實也可以 你們可以想想看 它差別只是說 有沒有 如果把這個資料複製過來了 Ctrl鍵按住 拖拉加Ctrl鍵 這邊多一個一模一樣 如果我今天 我不要用index 我要換一個 用indirect 這邊 剛好有跟各位講過 你們可以試試看 indirect 那這裡的話 如果你要哪一個儲存格的資料 比如這個儲存格 你就直接輸入什麼 輸入哪一個儲存格的文字 記得一定要是前後 一定要加雙0號 因為這個函數 它的這個參數 它一定限制一定要是test 所以如果你沒有加前後雙0號 它不接受 OK 那很確定 所以這個是b2 那下一個應該是b3 所以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把這個公式 直接讓它變成什麼 直接就變成b3 所以其實 理論上應該就是 把這個數字先變出來 有沒有 2345 6789 所以其實跟剛剛有一點雷同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是用column 有沒有 所以 剛剛 index從1開始 如果你用index的話 要從2開始 OK 所以2345 那一樣 先插入 用column 用column 從4 所以 我要2 所以 剛剛選擇-3 現在選擇-2 就可以了 OK 然後向右拉 然後再向下拉 當然一樣 還是2345 所以我希望 讓它向下一列 加上4的倍數的話 那就是加上什麼 加上用raw rw 跟剛剛一樣 然後 先把這一列歸零 先減掉2 然後後面的話 記得前後先刮弧一下 因為要先做減的動作 再去乘上4的倍數 打個勾 OK 有沒有 這一列的話還是2345 可是下面的話 應該到33 37 33 OK 有沒有發現 2到33 有了之後 那如果我要把這個2到33 放到哪裡呢 我們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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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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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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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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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這邊很簡單,因為這邊有一個AND AND的話,只要你後面是一個數字 它遇到AND,會自動幫它轉換成文字 再跟B串在一起 AND後面遇到一個數字2 它會自動轉成文字,再跟B串在一起 那就變成B2了 所以我得到的是,幫我把B2的資料帶過來 複式過來到這邊,B2有了 後面一次可以推 所以一樣,我看一下 理頓項應該可以向右拉、向下拉 得到的結果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這一題來看 用Index跟Indirect 其實結果會是一樣的 至於哪個比較簡單? 那就看個人 因為有的人習慣用Index 有的人習慣用Indirect 不過啦,理論上 大家好像還是比較喜歡用Index比較多 我發現了 不過我是覺得無所謂 就跟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喜歡用Sales 還是喜歡用Ranch 我覺得這個都兩可 你覺得寫得順手 不容易發生錯誤 都是OK的 最怕說你兩個都寫不出來 那就麻煩了 試一下 所以剛剛我們主要是 用Index 把這個資料給縱向切成橫向 正規化了 然後我要取的另外一個 就是如果我不要用Index 我想要改成Indirect的話 其實也是差不多的方法 等於還是要產生那個數字 剛剛是產生1到32 可是Indirect是要2到33 所以我先產生2到33的那個表格 然後再把它放到Indirect 把它串在公式裡面 OK 應該理論上 雲端白板上面應該也有放 我記得好像 如果Indirect這邊也有 只是Indirect這個公式 就直接把它放這邊 試試看好了 那個做完之後的話 第二階段就是 它多了那個欄位名稱加冒號 可是如果欄位名稱加冒號 要把它去掉的話 那要怎麼去掉比較簡單 OK 你說老師我要土法煉鋼 土法煉鋼也不行 因為它現在公式 你連土法煉鋼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點兩下冒號 那個連 除非你選擇性貼上只有直 然後再去把它刪 問題這樣也不符合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怎麼樣 想個辦法 直接把冒號前面的東西 幫我去掉 你說老師那不去掉 OK 其實不去掉也是OK 只是說浪費前面的空間 看了就覺得討厭 有沒有 你一看到你難道不覺得 這個應該把它去掉嗎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 把這個前面的資料給去掉 OK 想想看有什麼方法 好 勉強 勉強